新任的韩国瑜市长 希望可以争取中国观光客 新当选的卢秀燕市长 有意要争取东亚清运的副办 院长表示 也请交通部观光局 教育部跟陆委会要予以协助 院长有一项提示 也就是针对选举结果深切检讨 第一 针对这次九合一选举的结果 政府的施政不能够通过人民的检验 本人非常自责 除了向人民道歉之外 政府应该虚心接受各界的批评 深刻检讨 切实的改进 以争取人民的支持 而选举已经结束 行政院将会与地方政府共同合作 提供必要的协助 共同建设国家 让国家可以向前迈进 院长也表示 他从媒体上看到 新当选的卢秀燕市长 有意要争取东亚清运的副办 院长才是请教育部跟陆委会 要予以协助 而另外院长也表示 从媒体上看到 新任的韩国瑜市长 与几位县市长 希望可以争取中国观光客 来到台湾旅游 院长表示 也请交通部观光局 还有陆委会予以协助 让朝野可以更合作 中央与地方能够协力 让台湾的经济能够发展 台湾可以继续往前迈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